今天是2023年12月14号星期四 大盘再度创下新高 哇 没完没了的 王同一直告诉你 这个盘你要记住一句话 叫做经营行情 你看到经营经营看到了没有 就是经营这两个字 现在我们也不用解盘了 讲真的 盘面上创新高的个股是比比皆是 那你买错的又跌停满的 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只要买到正规军 尤其像今天正规军全说出门 你正规军设飞标你都可以赚钱 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实战操作 因为你看这个旁边的车标 还有未来千金股万里无云 利多加持大盘再创新高 然后看这边 世新普内大立光统统创新高 尤其大立光创了28个月新高 还有国际联发科 蓬城广洁都创新高 这些个股是不是王同一而再再而三 讲烂的个股 我来告诉你 也是我们手上的个股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一样嘛 你没有看到王同一天段来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不需要的样子 什么涨停板的个股我都有 我告诉你我没有 但是我有的就是 有我们会员正规军的涨停板 这才是你要的 每天东一档西一档干嘛 不需要嘛 你看一档 来今天发了一个红包 开心座 恭贺各位 2009第一档 冲高时出在31.7到31.75元 今天先出了一半 以绿绿不败之地 这是今年第74个红包 看到没有 哎呀 红包要发给你了 这个红包不能算小 也不能算大 哎呀 就是一个红包 所以你看啊 2023年 已经发出了74个大红包 今天这个是一档 那么等一下我解盘 你就看到我们还有很多 还未发的红包 未发的红包都是 还在长大当中啊 我在急着干嘛 来 看第一个 第一个总没有话在吧 4星KY 3661 4星KY 台积电的姐妹股 4星KY 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来到3690 哎 4星KY 几乎我天天帮你讲啊 对不对 而且你没发现到 我几乎天天在跟你讲千金股啊 讲到这个 我今天顺便告诉你啊 你看这一档 好友 快要到千金股了 联发科 以前曾经上去过哦 以前曾经上去过 海党个股 3533 叫嘉哲 今天上千金了 看到没有 上千金了 正式登陆千金俱乐部 所以王同讲 今天个股给你听的意思 就告诉你 千金股一档一档冒出来 你在看空 你到底为什么看空 我不懂 你为什么不敢进 我也不懂 哎呀 老师我等他拉回 可以啊 拉回来说 老师 我要等他再低一点 那没有病呢 对不对 那你慢慢等吧 所以你看啊 我刚刚跟你讲了啊 一个10KY给你看了 也给你看一个联发科 也给你看的价值 都看到啊 好 再来你可以看下一档 恭候各位 4966普内KY 再度创下波段新高 我们大幅获利中 持股安心虚报 这一档我讲过了 这是我们尊龙会员的个股 也就是VIP的 来你看一下4966 来看看 看清楚 他先有创新高 最高来到1270 收盘当然有下来一点点了 但是还是收红了 不要紧张嘛 你看1270 是不是很高了 对吗 给你看月线 来来来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月线 刚刚那个是日线 月线 这里看得清楚了吗 哦 有你看看 他不创得这样吧 有不创高 有嘛 好 回复到日线 那普内 是我们的红包 我们还没放而已 不用担心 因为我讲过了 我有时候叫会员出啊 他说不愿意出的 他说老师我多赚一点 有什么关系 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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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话讲了 对不对 好 再看下一档 这个普内啊 给你看到啊 利多在这里 这不能叫利多 题材都在这里了 高速传输界面 IC龙头普内 好 今天来到1270 好 看下一档 这个看到了吗 叫做2327国小 看到了 2327国中 都看到了 那么敢在几个月前 就一直告诉你 国具国具国具 全台湾就王同一个人 来2327 再给你看一遍 我都讲烂了 真的我都讲烂了 我不太愿意讲了 我们在这里就买了 就在这里买了 而且我这里是 一直不断的呼吁 一直不断的呼吁 第四季 第四季 被动要动 那这是九月份 被动要动 我就问你 被动动了没有 哎呀动了好大一段了 你现在又联我 老师还可不可以买 那我跟你讲嘛 被动会动 国具在创新高 那你不要买老大 你买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都可以嘛 水里变嘛 你觉得赚够了 你就下车 你觉得还想赚 你就放 这样子回答 够不够清楚明白 哎呀 没有人像我这样解盘的 所以王同常常讲一句话 你们每个人都要早知道 王同跟你讲早知道的时候 你就没有人会相信 认为说 那不可能的待期 没有可能的待期 那国具一辈子不会动的 还有你看看国具第四季 第四季从八月中开始 八月中开始 从441块 动到这里634块 涨了已经200块了 想不到啊 好 那国具涨得比较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涨一套 涨得比较快一点 来来来来 来 看清楚这是什么的 11月17号 我特别印出来 作为证据 事实上我不在这时候讲 我在之前就讲过了 之前就讲过了 我只是现在把印出来而已 11月17号 公共工程股发威 这个人是王同 11月17号就告诉你公共工程股 事实上我在两个多月前就告诉你 公共工程股要动了 都看到了 到今天你还得问我说公共工程股 来来我先跟你讲 你看几档个股 第一个2528 黄埔 看到没有 看清楚黄埔啊 哎呀 创新高 好 再看2530 华建 创新高 我在强调 华建不能算营建公司啊 他又盖房子 但是他的本业 也是属于公共工程部分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啊 好 再看另外一个 5521 这种没有问题的吧 工信工程 工信工程 这种的最大的公共工程公司吧 哎呀 他的工程多了 包括我们的淡江大桥 也是他旗下的工程之一啊 很多了 你自己慢慢查好了 好不好 好了 你看一下 公共工程的工信 我跟你讲在这里啊 八块多啊 八块多 叫你注意啊 打到这里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最近的我跟你讲 打到这里接近十块 你去买吧 接近十块去买吧 好吧 这里好像最低就十点零五 好 就算十点一好了 到今天为止 十五点六 十五点六 哎呀 你看看 有没有五成啊 有没有赚五成啊 有嘛 对不对 那我再强调一遍 这是低价股啊 低价股你都可以赚到五成 是不是 好了 来看下一档 五五一五 这个没问题吧 建国 我也讲过了 建国不是营建公司 它是建国工程 也是公共工程的 看看它 有没有赚取 昨天涨停 今天再创新高 都看到了啊 那都看到了 我也告诉你 你可以注意 五五三三 这个整理就差不多了 五五三三啊 来 从这里攻上去以后 现在下来整理 你们发现到 它整理过程当中 都没有量啊 不需要量啊 它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往上推了 可见得筹码都很安定了 它什么时候会放量 就过这个高点了 基本面又相当好 我不是讲给你听过了吗 对不对 黄顶 那你如果选黄顶太贵 你也可以注意这一档 哎呀 这利期 这够够便宜的吧 利期我再讲一遍 你看看它净值 净值都还有18.35元 有赚钱的公司啊 有赚钱的公司 这是北部的大建商啊 利期建设 老一辈的人通通知道 利利集团的 通通知道 好了 都知道以后我就问你 那它现在价格在这里 这么便宜 你还不买 你要等什么时候 像我今天有个特别会员 他在前几天 听了我讲利期 眼睛都不管 9.8到9.85 这中间 每一档 每一档 各挂20张就买进 一口气的买两百张 他说我不怕 我都把它放着就好了 人家就是有钱 就这样子 看到好的标的 就会买了 买了就放的 不需要每天 杀进杀出 杀进杀出 那我有时候在想 你每天杀进杀出 干什么 为操作而操作 你真的叫有病呢 是不是 好了 今天跟你讲这些了 那我们今天再回头 要给你看一两个股 这个的话 我就必须要讲 再讲一下这个 你看看普瑞 普瑞今天1270 过得高点1235 看到没有 普瑞从这里上来 这边上 好 这个是图形给你看了 那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千辛谷它都有三步骤 进货 进货一定要花个时间 第二个 震荡拉高 拉高震荡走高 第三个 盘头下来 盘头不会肩头反转 肩头反转 还得赶快去买进 盘头下来之后呢 你就赶快 在上面震荡的时候 就出了 没关系 等它下来 再往下一波 三步曲嘛 千金谷的三步曲嘛 而且呢 我在至尊的这个教材当中 教学当中 至尊精英班里面也告诉过你 想要当千金谷 有三个条件 对不对 对了吗 股本小 本业 EPS高 然后有爆发性 这才可以吗 不是什么谷都会当千金谷 不是这样子的 好 你看一下今天 你看看未来千金谷 我的妈呀 这个图形了 这个图形看到了没有 创新高了 创新高了 所以呢 你今天看到我这边的车表写 未来千金谷 万里无云 我今天再给你看一个讯息 王统今天发的讯息 你注意看一看 这是王者至尊王统 2023年12月14号9点03分发的 9点03分发的 因为那时候就已经冲上去了 恭候各位 未来千金谷 不能给你看 正式创下三个月新高 后来呢 还在收高 我们大幅获利中 十股安心续报即可 今天 有时候我跟我的会员聊聊天 我的会员有时候也很可爱 我说你这个千金谷一张啊 至少赚了 差不多40块了 不止40块 快将近50块了 要不然先出一下 他说老师 你不要赶我下车嘛 我只不过只有三张 我只不过只有五张 你还要把我赶下车 那老师 我这可以放长线的 这些钱呢 都是我不要用的资金 我去买它 然后我等到明年以后 我再出 好好好 你看看啊 我现在讲这个实际案例 给各位听的用意是什么 我的会员 不是说有钱没有钱 有钱没有钱 是你规划 你有一百万也是钱 你有一千万也是钱 你有一亿也是钱 但是是不同的规划程度 那么现在就跟你讲 从来没有重压过 所以他心里面 没有任何的压力 很稳健 慢慢慢慢的操作 对不对啊 我也不敢跟你讲 我的千金股天天涨 不会啊 我们千金股又回党 休息整理的时候啊 他们也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对不对 然后上去就慢慢慢慢上去 心里做得高高细心的 现在啊 我等他再冲一个涨停 我就会把它公开给各位看 等你公开看到王同志朗个股的时候 你不要怀疑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实际没有注意而已 我刚刚跟你讲的都是我实际的案例哦 我实际跟我的会员聊天的案例哦 对不对 那么我也很高兴 我这些会员们呢 都在棒得紧紧的 跟我讲 老师 我只不过就这么几张 你不要赶我下车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今天呢发这个讯息 你就告诉你 我们就是有这一档个股 我们不是在跟你胡说乱讲 哎呀 从涨上去 从底部算起来都是我的 我从来没讲过 我也跟你讲我们什么时候买进的 我到处公开给你看 对不对 那我还有个会员很好玩 老师 你讲到这两个股 我说啊 我第二天我都冲进去了 那后来呢 到了 涨了两成以上 他走了 到时候我来公布他价格了 因为 他说我出了以后啊 我发到一个事情 我买不回来了 对呀 对呀 就是这道理啊 他买进 后来卖掉 赚了两成 我买不回来了 哦 那你买不回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人的心理的障碍 举例来讲 你在600块卖掉 现在跑到650 你绝对不敢买的 这是一定的嘛 这是人之长期嘛 所以我就给你建议 你就赶紧不要动 就放在那边嘛 把它放在你的仓库里面放着 哎呀 不是一直放着 我要看看他的股价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好了 今天跟你讲 都讲很多了啊 很多了 我们今天就必须来看一下 王同今天的盘训 看您说啊 大盘以色上13点开出 今天有利多加持 开盘点就是最低点 没错吧 没有错啊 开盘后会扶摇直上 冲过17610点 哎呀 你看到冲过了没有 有啊 烧盘都还有17653 怎么会没有冲过呢 有啊 那正规军都会出门 盘是压回时要找买点 不能放空 今天会收红 上涨越白点 结果今天涨得比我预计的还要多 这就是金银行情的威力 哎呀 有人讲 因为美国联准会不升息啦 所以呢 这个大盘全部都喷出啦 然后呢 全世界的股市都欢声雷动啊 好吗 那我问你 我一直问你 升息跟通膨 他们当初升息升息就是打通膨 他们现在通膨也没有下去啊 那升息跟通膨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一直被骗啊 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 这就是人家玩资金的游戏 就是玩金融游戏 现在清楚了吗 清楚了啊 好 来清楚我们可以看 今天 利多加持 利多加持牌子涨了嘛 对不对 涨得好了 明天呢 明天还会涨一点 明天还会过今天高点 你也不要太看得非常非常好 也不会 就大概就是这个范围 就像升龙混 因为下礼拜三有起卧平仓 这两天就是嘎空单 空单我看啊 这是昏头昏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所以啊 这个地方我就必须跟你讲啊 操作上不要随便放空 明天的盘势 还有呢 会虚掌的个股 我都会在索码里面会告诉各位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赶快跟上王农脚步 你就可以不断的拿红包 数钞票 然后呢 最后祝各位明天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